题目说假设ABCD呢是坐标平面上的四个点 那第一小题它说如果AB平行CD要求位置数K 第二小题呢是AB如果是垂直CD的也要求K 所以呢平行跟垂直你想到什么 AB平行与CD的话平行就是斜率要相等 所以AB的斜率会等于CD的斜率 那如果是垂直的话呢 垂直的话就代表这两个斜率相乘要等于负1 所以不管哪一个我们都是要先求斜率 好来MAB是多少 AB的斜率 好我用B点减A点所以K减负1 负2减2 好所以就是K加1分之负4 那再来CD的话呢 我用D去减C 所以7减3分之1减负1 所以是4分之2 那就是2分之1 好所以第一小题它们平行的话代表斜率要相等 所以K加1分之负4要等于2分之1 所以整理一下 K加1呢等于负8 K的话就是等于负9 那如果是垂直的话呢 斜率相乘要等于负1嘛 所以来K加1分之负4乘上2分之1的话要等于负1 好那我们计算一下 可以约分的先约分 2跟负4约分 然后这个负跟这个负又约掉 所以呢我就可以算出来 这边分子只剩下2 然后这边的分母跟1乘起来 所以2等于K加1 所以K的话呢就等于1 好所以我的两组答案呢就解决了